今天比昨天和带劲 连小车都不给我拉了 我这师父呀 一天一百块钱过了个土地 然后说是专业给我扛工具包 算了吧 这我还给他分担了不少 你看 这我自己拿的 挂上挂上 走 一百块钱白给你 上 哎 走 哎呀 一进这家闷圈状态 也不知道要干点啥 听他们一说明白了 原来是装完衣食棍之后 门关不上了 米师傅正在量尺寸 准备拆了重装 原来门是后装上去的 业主发现门关不上了 就联系了米师傅 哎 计划赶不上变化 由于当时考虑的不全面 所以我们又来反攻了 不过这家业主的态度也挺好 如果今天遇上不讲理的业主 估计今天够呛 我认为安装师傅在为业主安装前要考虑周全 看这事闹着 墙上留下的重研还得找人修补 一拆一卸既麻烦又耽误时间 古代莫子云干瓜苦地 天下物无全美 谁又没犯过错呢 吃一切长一智 今天又学到了一样 挪动了一定的距离 业主关门试了试 没问题了 反复事业多次 开门没有问题 重新安装 我师傅说了 二十分钟这个必须拿下 把大框架固定好以后 就剩下拧螺丝了 其实剩下的活我也能干了 就是我师傅不放心啊 在这个屋子里 还有一个和我情况一模一样的 他和我同睡 他给他爹打工 我舅舅和他爸爸聊了一会儿 也是有长体也生活 他爸爸一天给他五十 我舅舅一天给我一百 我可得好好给我老舅干 如果不是这两天出来体验生活 就不知道我们的父母有多辛苦 我终于知道了 舅舅这次让我来体验生活的用心良苦 老师常说欲不拙不成器 人不学不知意 舅舅是在逼着我成长啊 我一定要成为像舅舅那样顶贴立地的男子汉 扛起我的工具包出发 好疼啊 好疼啊